《信仰的基礎》 《读经》 《读经》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度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并且我要尽心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事常纪念这些事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带临 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乖巧涅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归荣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语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直等到天发亮 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除诗意解说的 因为语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在教会崇拜的时候 你有没有闭过眼分呢 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 是不是 然后总有一些东西 使你驚醒过来 比如唱诗 或者你被身边的人推了一下 彼得在这里 正是想推醒他的读者 要他们回想 他们已经知道 而且相信 他是可能忘记了的事情 我们经常需要别人的提醒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容易 将一些耳熟能详的真理 视为平常 作为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力 彼得如何提醒他的读者 防备假教先 首先 他提醒他们 謹记他曾经以文目睹 又曾经告诉他们自己的事实 对他来说 追随基督那三年的光阴 是他永知难忘 他清楚记得基督 怎样内心教导他们 而且提醒他们 不要忘记这些教导 接着来 彼得就提醒他们 謹记圣经的可信息 这个是他们的信仰基础 是神借着圣灵亲自赐给他们 彼得想激励信徒 不要在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当中 变得很难 信徒懂得这些真理 但是需要不断用真理来提醒自己 彼得还想留下一些白字黑字的记录 来不住提醒他们 不单止这封书信 马可呼音 或者也都是其中一项写足计划的 这段经文的最后几节 就告诉我们 圣经是圣灵默示的重要经文 请你慢慢的再读一次 十九节至二十一节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直等到天发亮 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圣经若果是这么宝贵 我们当然要用心细细的来认读 再怎样熟读也不是那份人 当然也没有人可以忽略圣经 现今的世界 正是陷在熟灵的黑暗当中 圣经就是唯一的良光 能够引导我们直达神的面前 我们愿意和其他人分享这个真光吗 今日反思的经文是 诗篇119篇105节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我的话是